哎呀 对不住 对不住 嗯 小姐这是被下鼓了吗 怎么对那个叶峰这么好啊 老太爷都命悬一线了 小姐这么玩下去 什么时候能找到神医 说我坏话 不敢 小姐 不敢 小姐 可是太上长老危在旦夕 你不想着给长老治病 还在这儿 我就是为了给太爷爷治病 才待在这儿的 叶峰号称云武国单神 他的担要是太爷爷最后的希望 不过 此人已经被我拿拧 你们两个 一会儿陪我演出戏 我定要他乖乖跟我回萧家 叶少爷 叶少爷不好了 我们小姐快不行了 你快去看看吧 你快去看看吧 终于回到仙阳城了 这下可以好好吃一顿了 十一已经先行一步 会报老太爷了 老太爷这么宠小姐 一定会问小姐 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宴的 那是自然 怎么样 叶峰 我们中州 可比云武国大多了吧 我们萧家的财力 更是堪逼你们云武国皇族 你看你千里迢迢地来了 以后就住在中州 别回那边陲小国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没想到刚来咸阳城 却有东西引发了地境的躁动 这趟萧家之旅 有意思了 什么狗屁丹圣 还要我们大张旗鼓地迎接 玲玲堂妹 别是找了个江湖骗子吧 你跟着小姐一同回来 可又发现这丹圣 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和萧石 并未看见过 丹圣治病救人的过程 但小姐对她极其信任 为了求药 甚至给她揉肩 有人 萧家何时需要这么第三下死 求别人了 爹 这丹圣不能留我 我爹说了 这毒能让人失去神志 要是不吃解药 片刻就会完蛋 叶峰敢和我作对 就送你去见阳王 你该的 应该差不多了吧 樊王 就是 男人 我 留下 杀了你 沒有我夜風不敢的 好好嚐嚐 我還給你加了點料 雪靈花 這麼稀有的玩意兒都能弄到 看來蕭玄野心不小啊 哼 夜風 大半夜了 你來幹什麼呀 你看到的人 是他嗎 路 別叫 明天給你看場好戲 可以了 你去吃虐了 剩下的喝藥調理即可 這麼快就醫好了 毒真的解了 敢問小友這是什麼術法 竟然解了這不治之毒 金針術裡最基礎的針法而已 金針術 這是什麼術法 從來沒聽過 管它是什麼術法呢 我先讓太爺爺把藥喝了 等等 雪靈花 翊風 你這是做什麼 這藥不對證 我等會兒再開個房子給你 啊 是我疏忽了 如今毒已經解了 自然不需要這麼猛的藥劑 讓小友費心了 蕭玄敗了 蕭玄現在也清醒過來了 奪取蕭家的計劃 怕是一群成不了事的廢物 沒了蕭家 逆旋大忌便少了最關鍵的一腳 諸生 即日已近在眼前 我們該如何是好 誰說少了一腳 那人 不是還在蕭家嗎 這次將大家召集來 就是想問問諸位的意見 這單勝夜風 究竟是信 還是不信呢 自然要信 他藝術高超 我可是親眼見過的 肯定能治好太爺爺 是啊 死馬當作 死馬當活馬醫 事關老太爺的性命 三弟 這麼說 未免也太不孝了 那 不醫 不好了不好了 那 夜風他 他 他出事了 誰殺的他 你怎麼知道夜風出事 就是被殺了 不是夜風出事了 是夜風把洛少爺給 給殺了 什麼 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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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出來 二當家的怎麼還在夜風 我本來在屋裡準備了毒單給二長老長長 可惜你不太懂禮貌啊 看來你早就知道我要來 不過沒關係 有乾坤聖境在首 殺你 就是再給點力氣 聖千坤 打 別 這寶貝 好大的威力 得先必須風吧 青虹肚營 哼 你的招數太明顯了 聖千坤 斷 寶卿變幻無窮 寶卿變幻無窮 老頭小子 給我而成命 聖千坤 散 哼 哼 沒抓住 好鬼的身法 就算用了保護六速殼 少爺不是我的對手 你 你有我的弱點是金戰 荒謬 否則金戰還沒自自自 混蛋 聖千坤 懷 不